就是華顏的股價呢 今天的話呢 直接躺平 那尾賣的一個張數呢 高達了3840張 那光是一天的話呢 市值已經蒸發掉5億 嚇死人 光是SHE要出走的 這件事情的話呢 沒有想到呢 就造成它的一個股價是崩跌了 很有可能呢 因為尾賣張數後實在是太多了 那很有可能明天呢 很有可能呢 繼續失守的一個狀況 但是呢 我們來看一下 華顏這一家公司 如果說一家公司的一個產品的話呢 是關注在一件產品上面的話呢 那麼這個產品的話呢 如果一旦失守的話 很有可能這一家公司的話呢 很有可能就倒下來 未來怎麼辦 那未來應該要怎麼辦 華顏現在失守百元 那其實呢 SHE這一件事情的話呢 從過去一直到現在 將近 醞釀大概半年的時間 半年的時間之內的話 華顏的股價呢 從120幾塊跌到了現在呢 破百元 老闆 這個很好玩喔 因為 7月9號這一天 為什麼股價還往上衝 衝到166 因為他7月10號要儲全席 我記得在這一兩年跟一些老闆在吃飯的時候 其實我有席間就有聽過大家在推薦華顏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說有什麼生意比這個更好做的 就是他們就一直出去然後就很像那個搖錢樹前一直進來 最重要的是他一年可以配息配五塊錢 然後還有配股票一塊半 這樣起來是一個很穩定 有這種現金收益 如果我是他的股東啊 我每年拿五塊 那個資歷率很高 很棒的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就在聊說 這個真的是很棒的一個商業模式 所以在儲全席之前我們看到7月9號 他又往上衝到166塊 7月10號儲全席 可是儲完全席一般來說 大概在儲全席這附近震盪以後 可能就填全席 因為這個很好的股票 可是卻連續兩天跌停 為什麼 因為大家說的這個金基姆下彈的 不是那個彈不見了 是基不見了 這個基不見了 三個 所以他的股價連續的崩盤 這一段時間 這個蒸發了11億對不對 公司跳出來說我們實施庫廠股 我們來實施庫廠股 90到150塊 照道理一般實施庫廠股 都還是有一個這種買盤的力道對不對 可是完全無效 再度跌停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真的他們是金基姆 不是金基蛋 是金基姆會下雞蛋的 給各位看一下 Selena的話 估計一年的收入的話 6千萬台幣 他有7支的代言 Hippie的話 那更厲害了 總共有11支的代言 他的酬勞破億 而且還不包括其他的 他還有其他的收入 對 另外Ella的話 最少也有上億的收入 他有6個實境節目 Hippie是最紅的 Hippie 如果走捷運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到處廣告代言 全部都是他的 對 那他光是這 給各位看 光是這三個人的話 一年的年收入的話 光是收入的話 最起碼4億以上 但是實際上 你來看一下 華監的整體的一個營收數字來看的話 他的佔比真的有夠高 對 實際上我們去看一個數字 就是說去年他的合併營收是 15.52億元 那透過他們三個進來的營收多少 大概在4億到5億 所以如果我今天 把這4億到5億先拿走 三分之一 好 那其他的10億能不能帶進來 因為有時候這是一個 母雞帶小雞的這種概念 對 那去年的EPS6.8 好 今年的上半年 其實估出來大概超過4.5 大概今年上半年 所以這一出走 本來大家在算說 哇 那今年可以賺9塊 很棒嘛 上半年就4塊半 下半年4塊半 9塊 哇 最高你看160幾 170 180的股價便宜啊 對 這個今年可以拿到5塊錢 明年是不是可以更多 那現在怎麼辦 6.8可以分5塊 那如果我賺9塊可以分多少 可是我跟各位講 這個MOD肯定是碎了 為什麼 去年6.8 如果我一樣 我們剛才算大概三分之一 是靠這個天后 這三個天團 那我把三分之一拿掉 這樣剩多少 所以下半年我覺得是 岌岌可危 因為實際上我們在看這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金晶母 它是一種很特殊的一種 一種情況 因為它不是說隨處可得的 它也不是說 你想要栽培就栽培出來 對 它這個你看Ella 這個6個實境節目 就可以收這麼多 可見它的這個吸琴 就是吸眼球的這個能力 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很多人就說 像這樣的一個藝人 它根本就是屬於 我們講稀有產品 它是一個很稀有很稀有的商品 它不是你很容易就能複製的 那實際上我們在看這整個 演藝經濟收入的時候 其實有個地方讓人特別擔憂 因為60% 那授權收入是36% 如果他們三個天團 這個天團三個人都走了 確實授權收入 我覺得應該還是可以持續拿到 但是演藝經濟收入就少很多 我問一下那個黃總 過去的話 你們其實在看SHE的時候 剛出道的時候 你今天現場拿了很多SHE 剛出道的時候的一個產品 剛出道的時候 你們認為它會紅嗎 在發片前 董事長找我去開個會 因為董事長辦公室 就在我們辦公室的對面 所以就在對面 還有一個投資公司開會 他就問我一句話說 黃總 這張唱片 你能不能幫我想辦法 做到三萬張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原來董事長 他做了40年唱片的老經驗 他以前是上華唱片的創辦人 上華唱片很多很紅的藝人 連他都覺得SHE三萬張 就算是及格了 所以他也沒想到 第一張我們就可以做到 接近18萬張 哇塞 有六倍的目標 當時周杰倫是30萬張對不對 就已經超過他一半了耶 是 這是新人 新人啊 三個女生 因為一般我們認為 新人能夠到三萬張 就算是基礎已經算站穩了 可以有機會再衝第二張 第三張 然後慢慢奠定起來 那沒想到SHE就一泡而紅 所以一開始的話 你們其實也沒有到那麼的看好 但是大概維持在一個基本盤 大概是三萬張的一個唱片 但是沒有想到一出來的時候 就一泡了 因為我自己是從外商的資訊業 我從IBM過來的一個工作人員 那我發覺說有個英文名字可能不錯 所以我就想要怎麼去取個響亮的英文名字 可是這個英文名字不能太難 因為唱片業的購買者 年齡大概都是國中生或高中生 所以這英文字又不能太難 所以我就想說要幫他們取個好名字 怎麼取 其實大家想的半天很難想 我自己也想不太出來 後來我就想到說 我以前在這個甲骨軟體 就是Oracle 全世界最大的database公司 我們曾經推ERP的時候 碰到一個競爭對手叫做SAP 那時候我負責Oracle的ERP的負責人 我就跟他對打 結果我那時候就主攻SAP有一個點 就是他們的導入期間很長要一年半 那企業沒辦法等這麼久 那SAP被我們打得受不了 一路潰敗之後他就想了一個方法 他就推出一個新的方法 就導入時間把它縮短 以前要三年 後來只要一年半 他幫那個方法取一個名字 我覺得這太棒了 給我想想如果你是SAP 你會取什麼名字 為了這個新方法 那你怎麼取這三個女生的名字 我就從SAP得到這個概念 他把簽名叫個A 叫ASAP as soon as possible 我就發覺原來一個英文單字 有這麼強烈的效用 所以我就請我公司的這個企劃經理說 這樣子好了 你趕快回去幫我找英文字典 因為那時候他們三個人定位是 一個是溫柔 一個自信 一個勇氣 所以請他們把跟溫柔 自信 勇氣有關的這個 英文字全部寫在黑板上 就像這樣一個大白板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大黑板 就是寫了這三個不同的字 一堆名字 對 然後我就 我們的主管就在這邊開會 我就在這邊站著看 然後看一看 然後大家就想說我在看什麼 後來我就圈了三個字 SELINA HIB Ella 為什麼 因為這三個字的抬頭加起來就是 S H E 女生 對 這個字 又符合他們是女生 然後一般的小學生 國中生 都記得這個字 又不會太難 所以就用這樣的名字 加上後來各位看到 我們公司的名字也改名 叫做 H I M 男生 對 所以跟SHE也搭配在一起 你手上拿的那個 是不是他第一張唱片 對 第一張唱片 給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是七年以前的第一張唱片 就是那個戀人未滿那一張嗎 對 好 那你講一下 這張唱片是怎麼樣做出來 其實這張唱片剛開始是難產 為什麼 原來我們是七月份要發片的 可是有一天我就拿這個唱片到 我就到處去試聽 雖然我不懂音樂 可是我回家開車回台中 上來我都會去試聽 發覺 怎麼聽一聽 我就想把唱片抽起來 我想換成孫燕姿或者其他人的 為什麼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到台北 因為我住在吳芬浦附近 我就找了火鍋店 人氣很旺的火鍋店 我就跟老闆娘說 我們這有試聽片 SHE的這個 你可以幫我放看看 老闆娘很熱情就幫我放 結果我看本來這個房間裡面 四五十個人 結果放了大概幾分鐘之後 剩下三十個 再放幾分鐘剩下二十個 再放了幾分鐘之後 火鍋吃完了 十個 對 我問 是因為聲音不好聽 音樂不好聽 我就開始說 因為如果好聽 大家會留下來聽 但是我開始覺得怪怪的 但是因為我不懂 我就跟斗上說 董事長我可以見你一下 我就跟他說 董事長我覺得這張唱片 好像怪怪的 就是我自己覺得 好像不太好聽 也不太耐聽 那董事長說 那不然黃總 你把這個試聽帶給我看一下 結果董事長聽了 這好像第二天 還第三天就打給我說 黃總我支持你的決定 這張唱片就先重做 所以原來不是這一張 那是差在哪邊呢 差在哪邊呢 那你重做 你這個之後來是 原本的原始的帶子 其實並不是這一張 不是這一張 那本來到底改了哪裡 好 這個有意思 就是我們講到唱片的一個特性 就是其實這張唱片 我們只改了兩首歌 第一個就是我家的一首歌 叫做戀人未滿 就是翻唱Bron Ice的一首歌 對 的歌把它翻譯過來的 對 那第二首就是把原來的一首歌 改成快歌 就是搭配那個華歌的代言 所以就用啪啦啪啦的舞曲 所以我只動了這兩首歌 其他八首歌都一樣 所以第一首歌後來變成是主打 也是最響亮的一首歌 叫做戀人未滿 戀人未滿是後來才加進去的 才加進去的 對 那你把那個曼歌改快歌是哪一首 是那個Beauty of my life Beauty of my life 對 這首好像後來也沒有 沒有到很好的這一首 對 這首就很普通 只是為了搭配要有一首快歌而已 是 這樣 但是整個曲風 整個唱片的曲風又不一樣了 對 其他八首都一樣 因為在唱片來講 其實你只要一張專輯十首歌裡面 你只要一首歌紅 其他九首歌 就會跟著 消費者就會覺得很好聽 那你少了那一首靈魂歌曲 加上你的一些操作 就主打歌對不對 對 主打歌還滿重要的 那三個女生的呢 你怎麼看她們 當初 當初那時候定位上 雖然蔡依林不能發片 但其他人還有其他大小S也在啊 我們那時候幫她定位 就是看到幾個事情 就是說 第一個我要求就是說 不可以幫她定位成美少女 因為那時候我們分析所有的 因為那時候看起來沒有成功案例 因為三個女生團體已經 在台灣史上已經很少有人成功了 所以我們只能找失敗案例 把它剔除掉用剔除法 那我們發覺大部分失敗 都是因為她們被定義成美少女 因為只要美少女 通常就是不太會唱歌 對 然後看起來又好像就是有點 就只有臉蛋啦 美少女的她的生命週期會更短一些 對 她可能精華期的話呢 可能18歲開始的話呢 到25歲差不多了 對 那可是你如果是實力派的話 那又不一樣囉 可是這三個人 她們好像也都是比賽出來的不是嗎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她們長得也不難看 所以你知道讓她螢幕上曝光 說真的 媒體或者是粉絲就會說 有個美少女團體了 可是這樣就慘了 就變成叫做 笨笨不會唱歌的少女團體 因為美少女的聽話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做了一件事情 我就在視聽版裡面 因為我們都會先拿給唱片行做視聽 包括在網路上面行銷 我就刻意的就是要求 就是不要把她的臉露出來 不露臉 就都會看到這一張 就是這六隻腳 不露臉 人家就覺得 這一定長得很醜啦 聽說她第一個MV演示都沒有露臉 對啊 那現在一定覺得她長得不好看 沒錯 那時候在網路上就有人在反應 就說 好像有個醜少女團體要出片了 然後歌唱得還不錯 反而造成話題 對 沒錯 那個週會好像剛開始的時候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啊 上面公司不讓她露臉啊 多可憐 這我不敢講清雪 沒有 她很漂亮 她的宣傳方式也是這樣 所以後來我們發片記者會的時候 一出來就 因為反差的關係 本來大家對她的期望度 已經降到非常的低了 這就是我在IV的時候 我們學的外商公司裡面 做的叫做期望直觀 叫Expitation Management 先把消費者的期望壓低 等到出現之後 發現怎麼這麼漂亮 本來她可能只有七分漂亮 超乎預期的美 聽說你們第一次的時候 那時候還結合了相機啊 對 那時候是35萬畫素的一個 直立的那個相機 對 我有印象 你說幾萬畫素 35萬 35萬 這樣17年前 17年前 這個能看嗎 這拍出來也能看 17年前35萬很厲害了好不好 現在隨便的相機的話 一兩千萬畫素了 那個時候這個相機也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董事會因為要求我們趕快推出 所以我來不及重新設計開幕 我們就從光華商場 找到一款已經在賣的數位相機 拿來貼牌 可是貼牌就麻煩了 人家光華商場已經賣了1500塊 那我拿的成本是1450 加上包裝費 我賣一台誰一台 那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剛好想到說 孫燕這代言手機 我就想到說 乾脆讓SH來代言我們自己的數位相機 剛好那時候我的宣傳預算 第六波還有一點點 也剩下十幾萬 我就把這樣子 各位看我就做了一個測標 請設計 就是SHE跑到這裡來了 我就從台東到台北路上 一邊開車一邊打電話給設計 因為那時候本來第六張 第六個MV已經要做好了 我就請他們趕快改這個標 做個SHE代言 是 就這樣而已嗎 然後還把這裡面 附了四張SHE的寫真照照片 你知道他這邊貼了這個測標以後 上面寫什麼你知道嗎 你也給各位聽 叫做光碟內附贈五張SHE歌迷的獨享 珍藏的寫真 就這樣子 像是一頭放寫真照片一樣 結果後來呢一般的照片而已 後來呢 這個我剛才講過 本來我的業務 去光華商場要賣1500 人家都不要 而且要記賣 結果因為這樣子我就自己去 因為我後來有 就是我就自己去跑這個燦坤 還有順發這些山西通路 結果有一家日本的通路叫太伊電 其實現在已經離開台灣 那時候是最頂級的通路 對 他跟我講說這張相機 它可以賣3990塊 這很快的兩倍 對 所以我那時候這個相機 後來大部分通路都是賣3500 所以光SHE這個Mark 那他為什麼會覺得說 他可以賣到3000多塊 就是因為SHE 這是後來 因為我跟他講的 叫做娛樂經濟的這個概念 就是高科技商品跟任何商品 只要加上娛樂這兩個字 理性加感性的威力會無窮 那日本他們可能對這方面比較先進 他們可以體會到這個功用 對 所以他就覺得說 如果他來賣 應該可以賣到很高的價錢 而且賣得很好 結果這款相機 本來是賣不出去的 因為這樣子的操作 變成那一年他們那一季 銷售第一名的數位相機 所以成功的把庫存 全部都粗心掉 那SHE 因為這樣子讓人家感覺 我又 有知識美 有科技感 形象很好 而且他就是跟上 時代的一個潮流 那年輕人現在在流行什麼 他們就跟到了一個時代的一個腳步 所以也不會覺得說 他們有跟上時代的一個腳步 但是我問一下 這一台相機的話 當初賣了3000多塊對不對 對 我相信有很多那個SHE的米 搞不好在收藏這個 這個可能價值會非常的高 那你知道前不久的話 SHE他們還出了卡帶 真的啊 對 又重新復古去出卡帶了 所以這個有紀念價值的東西 我相信有很多SHE的米的話 是非常的喜歡的 但是我們其實是可以看得出來 SHE現在離開了一個華盈以後 其實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到底在哪邊 因為他們本身自己的一個身價 就非常非常的高 那過去的話 其實這一些經濟公司 或者是娛樂公司的話 他們要培養新人的話 非常非常的難 為什麼 他們長達10年 這個20年的一個時間的話 要培養出一個天王天后級的人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搞不好培養了兩年以後 這一個女偶像 他不就跑去嫁人了 那你這個花了一堆的 培養的一個費用的話 其實搞不好全部都無疾而終了 那都還沒有培養起來 他就掰掰了這樣子 但是我們看一下 剛出道的藝人的話 其實公司因為他們要 負擔很多的成本進去 所以以至於他們其實回收 非常非常的慢 剛開始的時候 一般的藝人的話 大概經濟人跟這個經濟公司的話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分配 這個不是華言唱片的數字 我是說舉個例子 大概一般唱片業 以那個時候一個唱片 大概是320到360 那批發價的話 大概是大概300塊左右 那正常來講 如果一個新人 他能拿到的錢大概是 5塊到10塊 對 5塊到10塊 很低耶 很低 對 沒辦法 因為說真的 我們老闆就曾經講過一句話說 我比你爸爸媽媽還愛你 為什麼 他說你爸爸媽媽會花2000萬 投資你出唱片嗎 看看不會 不過現在很多爸媽願意 現在是 但是你爸爸媽媽不會 我會這樣子 對 所以對一個新人來講 這個5塊跟10塊 到底是算多還是少 說真的這個就 要看從哪個角度來賺 那唱片還要賣得好才行 不然這個 那黃總你還記不記得 SHE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第一張唱片的時候 你們預估這三個女孩子 他們前期投入的成本 大約是在多少 大概一般像 大牌 我們想要主力要做的藝人 大概就是 全部的費用大概是2000萬的 製作宣傳企劃這些 一張唱片嗎 對 一張唱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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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這張唱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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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